好 非得不忘 非得早餐 我是唐家隆民國111年2022年10月14號星期五 禮拜五的時間七點鐘的時段 非得早餐 雖然雖然三天廉價過了 不過我看現在每一個每一個週末 當你說我放廉價那鈴鐺別論了你自己的假期自己安排 我是說我們現在有週休二日 而且而且國民旅遊的環境的發展也很好 所以只要有週休二日的時候我都鼓勵大家 要離開屋子出去吃吃喝喝玩玩走走走 那尤其到了這種秋糧的季節寒露已過 台灣的也開始進到了深秋十分 那你看到的這個風景的就不一樣了 那部分的地區可能會開始會有風紅 然後會有這種的秋糧的時候適合你去做的 那吃的時候你可以吃火鍋吃螃蟹 可以泡溫泉 好這些都很棒 那今天呢 禮拜五的時間七點鐘的時段呢 我們的旅遊單元每個月呢 我會有一個星期五的七點鐘 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我會從 從這個就說呢 旅遊市場當中呢 挑兩個產品 那要跟大家的介紹分享一下 那不見得呢 是在過去呢 可能很多旅行社了會來到節目的現場 那有很多國外的這些的旅遊的產品 季節性到了那會推薦給大家 不過呢 這幾年的時間因為有疫情 所以大家很多都是關起門來在台灣瘋狂的的玩 他就他就使得在台灣的國民旅遊市場 也出現了一些結構性的變化 就是大家對台灣的理解更深入了 對台灣的搜索更頻繁了 那連帶的呢 使得使得我們的 我們的這些 不管是公司部門也好 在自己的旅遊環境旅遊條件 跟這些旅遊的宣傳上面 那著力呢 也提高了很多 好那今天呢 我們有兩段的節目呢 來我們都來都來介紹呢 就是呢 就是政府部門呢 他們在對他們自己的 就是說呢風景區的這管理跟規劃 去年 對喔 我上次談的時候什麼時候 那我的來賓剛跟我講 去年就是這個時候 在我們線上的呢 是交通部觀光局 茂林國家風景區的管理處的秘書 王中盛 王中盛在線上 主持人好 所有的聽眾大家好 好 那去年訪問王中盛 還蠻快 一晃就一年 可是你看我還 一晃就是一年 但是我還記得你 我還 我還記得 記得茂林 我還記得呢 去年我們在談茂林國家風景區的時候 坦白講 對我來 我會覺得 那個 那一塊 是我很不熟悉的一塊 因為通常 從台北啊 像我們這種天龍國的啊 就出門旅遊的時候啊 反正 反正呢 就是重要的風景區跑跑玩一玩 但是大部分呢 就是搭高鐵到高雄之後 然後呢 就就租輛車 或者直接呢 就往 墾丁往屏東方方向走了 那走海線的機會機會多 我坦白講 三線的風光啊 最南端的這一部分的三線的風光 本人還真的是不熟 雖然呢這個時候提到的像是美龍啦 黃蝶翠谷啦 或者像是 或者像 離你們不遠的 納馬夏小林村 那這些 這些地方 西安山 這地方呢 我都還特別呢 去走過的 可是呢 茂林 的整個國家風景區 本人真的是不熟 去年聽你講了之後 就 是這樣的 好那今年呢 我們呢 再來講一次 但是 我要先請到 王中聖跟大家講一下 既然去年都已經訪問過了 也都是這個季節 那我就把去年王中聖的訪談袋子拿出來放就好了 今年有什麼不一樣 沒有 還是 因為每年都會有 不太一樣的一個 感覺啦 像剛才主持人特別提到 對 秋天就會適合到南台灣來走 那 大家就剛才講的習慣是去墾丁 所以 建議 如果去 時間夠的話 去墾丁前 就先到高坪山路來走一下 看看這個 寶來不老也有溫泉 那我們這邊 非常有特色的就是 那個 紫斑碟 紫斑碟 要要過冬了 對對對 他們要過 他們 對 他們是從中北部 一路飛下來 那個小小的翅膀 他們要飛大概 100公里 然後到我們的 高坪山路區 來過冬天 這樣子 他過冬的地方在在哪裡 他過冬的地方在哪裡 紫斑碟 又在 茂嶺 茂嶺算是他們的 比較中站的 第一站 這樣子 那他還是會往南 會往南一直到 獅子鄉到 牡丹鄉都有 對 到屏東的那個地方 那他其實是在很多的山谷裡面 對 那可是因為很多山谷 有些地方是私有地嘛 沒有特別開放 那一般人也不特別知道 然後 在茂嶺區是因為他是量非常大 而且他是剛好 他到南方的第一站 所以這個地方就後來被 就是一個英國的學者發現 他覺得是全世界 兩個特殊的 渡東 就是南非渡東的一個特別現象 這樣子 對 那所以成為一個很有名的一個國際景點 那也是綠色 你建議 一定要來參訪的一個 這個生態 生態的一個 那個 可看性的地方 好在我們線上的呢 是交通部觀光局啊 茂嶺國家風景區 因為我在 我在做節目 大概把你們所有的觀光局的風景區 大概都已經訪問過了 王中盛已經第2次了 好那 那這些的 這些的風風景區 因為大部分 他都已經打破了行政區的建制 所以他經常會 橫跨 橫跨兩個 甚至於更多的縣市 那基本上面呢 他是以 他的就是說 區域性的 特色 以觀光的特色呢 做分割 做整理 所以我們可以說呢 他是在高屏地區的 觀光三線 好那以觀光角度來講的三線 這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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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區或者是 鄉 鄉鎮 如果從個別的 個別鄉鎮的角度來講 可能很多台灣的民眾 我這輩子可能都沒有機會去 那是因為 你想不出 你到底 到底去那個地方的 呃 目的是是什麼 旅遊的特色是什麼 可是當他做一個 總體性的管理規劃 然後呢 然後讓你知道就是說 其實在這個區塊裡面 他非常有特色 那你可能就開始起心動念 那你剛剛你剛剛講當一下10月份了嘛 我們今天 今天的訪問時間10月中了 這個時候呢 其實都是候鳥過境的時候 那本來呢 那剛剛講到的子斑蝶 因為通常會 會 會 會這種的 就是南南北往的 都是候鳥 蝴蝶呢 會 會這種的 過 要過境 要 壁東的 那子斑蝶呢 是 是全世界呢 大概僅有的 大概 大概兩三種的蝶類吧 好但是這個時候去很容易看得到嗎 量非常多 那就是建議我們在每一天 在我們的官網上 每一天會把前一天的這個蝴蝶的疊放 疊放在線上 對對對 所以如果有有根花要下來 這方便多了 對 這最方便的情況 那 天氣如果沒有特別的狀態改變 那通常會跟前一天的這個樣態差不多 那可是問題是 實際到現場感受真的是不太一樣 蝴蝶非常多 你們有蝴蝶的數量跟密度的統計嗎 你們通常不是都會找人做這事 我們有做一些整理人規劃的 就是之前早期 聽說是有百萬隻 早期我們是蝴蝶王國嘛 對對對 對那 因為 還沒開發之前對生態當然都有很多的 這個保存嘛 那 可是在茂林地區 就是他們號稱是 最乾淨的一個地方 那因為 所有的動植物都是需要在乾淨的環境下 它才能好好的增長嘛 那所以他們 自然就會找到一個 適合他們安居的地方 不管是風向 不管是溫度 不管是那個水源 他們 其實動植物都知道 就像這麼小的昆蟲 所以他們不會去找一個 強風向的地方 所以就是一種 溫暖的 可以避充的山谷裡面 他們就去過一個冬天 這樣 對 那剛好茂林是一個非常適合 到南方的一個 第一個 第一個點 這樣子 好 這當然他的 他的一個生態特色 尤其 只有這個地方有 坦白講 這就是 今天我們在提醒大家 就是說茂林國家風景區 因為這是他的生態特色 也是全世界 非常少見的生態特色 唯二的一個 那紫斑蝶 紫斑蝶應該這種的壁咚大概只有台灣有吧 目前現在所知就是 我們跟那個美國跟墨西哥 中間他會從美國 一直往南追到墨西哥的一個叫帝王斑蝶 對就是斑蝶 目前所知道的 好 那紫斑蝶大概 大概多 多大隻 大概是首長的一半吧 有一半那還 還不小 沒有那麼大 再小一點 女生的首長一半 小小隻的 那他有分四個種類 對 好因為 因為我在 我在 我在多年前的時候 我有去 去 美農 去看 黃蝶 翠谷 那也是非常多的 小黃蝶 好 所以 在高雄 在高雄 在這一塊來講 偏山區的 這一塊 雖然也不是這麼的 山 山區 就是說 在山區 靠近平地的 這一塊 這一塊 就是茂林國家風景區的重點 橫跨到 高雄 高雄市跟 屏東縣 的這一塊 他其實 包括了 包括了屏東的 三地門鄉 馬家� 霧台鄉 然後 高雄的 桃園區 六龜區 等等 當然 除了高雄市的 茂林區之外 還有包括 這六個的鄉區 好的 這些 地區 其實他就是 平常我們走海線 走習慣 就比較少有人去顧慮到這個 但這一塊 顯然他有很好的 很好的 就是說 生態的 資源 除了這個 這個就是紫斑碟的 紫斑碟的 過冬之外 那 你們談到 就是說 這個 就說米 米其林級的 這三星級的 生態旅遊體驗 希望大家 都可以來體驗 一直到 明年的 228 廉價 之前的 碟礦 都很穩定 這麼久啊 是 對 他說大概是三個多月啦 三四個月 所以紫斑碟下來下來之後就會在這地方停留這麼久的時間 停留然後他們可能就也就是 可能就是 生育吧 就繁殖 繳背生育 對 然後再慢慢飛回去 對 我是覺得他們就是很深 對 像這樣的DNA實在是太神秘了 他們自己 你看他下一代 他用 又一群的祖先的路 然後再回到原來的地方來 來過冬 對 對 這個是現在很多的 很多的生物學者還在研究的 就這些的 這些動物他們是如何透過 透過一代一代的遺傳 去 去記得他們的 他們的生活的習性 跟他們過境的路 路徑 知道路 而且每年都可以找到家 那個不可思議 對 好當然了 這個 對這個 但他是自然的 自然的 奇觀了 好 我還是問你 就是說 如果說 因為到你們國家風景區 我估計了半天一天玩 大概也不夠 那當第一個就是說 如果 假定就是說 今天這個週末 今天星期五 我聽到的時候 你聽到網路 我馬上就 就開車來 開車來了以後 那除了在網路上面 先看一下 你們的 碟礦 碟礦分布的區域 然後知道 茂林國家風景區 大概的交通動線之外 如果要來 茂林國家風景區 我的住宿該怎麼安排 其實到部落裡面也都有住宿 那 像我們的活動 我們早來不老也有溫泉區 那就是說你可以 先到溫泉區去泡個湯 隔天早上來賞貼 對 然後在周邊高屏山路沿線 在高雄區 就是美農 然後到六龜 其實也有很多的民宿 跟飯店 都有的 從我們的網路上 也都可以找得到 在你們官網上面 你們官網上面 是有這些的住宿旅遊資源的 有有有 也有 我們 就是會貼合法的 好 那當然大部分的 大部分的民眾 我坦白講 就我們的 我們的聽眾 飛碟的聽眾 請你包含 他們 他們百分之八九十 都在六都 都在都會區裡面 比較 比較用明來話講 曾喀 對鄉下 鄉下地方不了解 但來的時候 當然 多多少都會有一點 這種的 城市裡面的人的習慣 那如果 我來講 假定三天兩夜 好了 我三天兩夜 因為我不可能光看 蝴蝶嗎 光泡 如果三天兩夜 我應該要怎麼樣安排 我剛才提到了 可以泡湯 泡湯 可以賞碟 然後我們在桃園地區 他有 這個 野去茶席 這個 這個 對 那他的茶席 是有機野生三茶 就不是跟一般的 中部的那個塔 是不太一樣的 那接 接著是我們可以去看 很原住民特色的 像神山部落 他是非常特別 神山部落 整個部落全部都是紙板屋 那我覺得這個是非常有可控性的 那邊主要是什麼 是排灣族 排灣族 霧台跟霧台 霧台是魯凱族 霧台是魯凱族 OK 三地門跟馬家 對 一般人可能剛來也會不太了解 三地門跟馬家 比較是 台灣 還有一個就很重要的景點是 舊排灣部落 他們號稱是千年古城 對 那來這個地方就是說 一般手機是收不到訊號 所以可以很安靜的 可以很安靜的停留半天或一天 對 所有 所有的這些行程 他們在我們的官網上也都找得到 從一個人 差不多 八百九百就可以 可以 他這邊有一個世人成型的 就是會有部落的人來給你做這個導覽 營冰 然後給你準備午餐 對 然後 帶你去做類似像我說 也去查席 或者是一個 部落的一個DIY的體驗 大概就是小行程 OK 這很好 因為我 我最近幾年旅遊的時候 我有留意到 就是說 很多的 很多的原住民的部落 都開始 推他們的 就是說 觀光的 觀光的資產 可以帶你到部落裡面 看他們部落的特色 大部分 原住民 大部分都會有他們自己的一些自然環境 自然風光 然後中午的時間 你就跟著他們一起吃 我們想說 吃我們吃的吃的慣嗎 我們這些天龍國的 下來會吃的慣嗎 我參加過的 我發現這些部落的朋友 就像我過去認識的原住朋友一樣 他們準備都很澎湃 那更不要說 你要有機會 喝 喝小米酒 跟他們喝個 敬興 這個呢 都是到部落參訪的 很過癮的事情 那邊 那邊有 哪一些的 有哪些的部落 會有這種部落活動 說你剛剛講的 神山部落 還有呢 神山部落他就是有 徒藝學校 對啊 其實 其實他那個地方就是他被準備吃的啊什麼的 都是他們非常特色的 另外 我還在講一個就是清葉部落 他們號稱是神話藝術村 他們就是把他們原住民的一些神話故事 然後都用彩繪或者是用雕刻的方式 在他們的整個部落裡面呈現 那所以進去走我覺得非常舒服跟放鬆 可以看到每一個 他們的一個故事 看到一個 一胡話就可以去說一個故事 那最後的話 就一定來部落裡面一定要來喝他們的原住民咖啡 應該講山上的咖啡啦 以前在山地門的德文部落 他是有種那個 咖啡是憲格 日本人的天皇的 這是日據時代就留下來的 對他們是留下來的 那所以一直到現在 所以 那現在當然在 屏東縣 他們也都推展這個 原住民的咖啡文化 那所以現在就是落地生根在很多地上 山區裡面都有很多的這個咖啡 那所以如果你沿著這個高平山路 你到每一個部落區都可以喝到他們 不同部落的 三里的咖啡 那我也覺得非常有趣 是 好在我們線上的是交通部觀光局茂林國家風景區的管理處的秘書 王中正 當然因為這個區的範圍蠻大的 他主要是在 是在整個的高平地區的海線以外 三區但是離平地不遠的地方 那剛剛講如果你從二高 二高呢 從北往南下去 從旗山的出口出來 那旗山出口出來之後呢 其實呢 你左轉之後呢 大概就是要 要往 往高雄的這些山區的方向 方向走了 那如果你往這些方向走呢 就會開始 進到的茂林國家風景區 三四十分鐘的時間 那這邊呢 除了有非常豐富的生態資源 也有非常豐富的原住民的文化 那所以你可以把它當作是一個原住民文化之旅 那豐富的這米其林三星級的生態之旅 那從從這個角度呢 去規劃自己的三天兩夜或者兩天一夜的行程 那交通工具的部分 不管怎麼到了在地之後 雖然台灣觀巴啦等等 這些 台灣好行 他們也都有一些的相關的規劃 不過呢 他終究路線各方面來講 有他的局限性 那我覺得呢 就是說開車或者到了高雄 下車之後呢 租個車 可能呢 還是呢 最有活動能力的方式 這是到了一些的觀光局的國家風景區 的時候 我比較建議的旅遊方式 好 其他的呢 希望大家呢 玩得開心 可以看到台灣的南部的不一樣的風景 感謝 透過我們電話連線 那每年來一次跟子班碟一樣 那交通部的觀光局的 茂林國家風景區的管理處的秘書 王宗盛感謝 謝謝 謝謝主持人 好 我說王宗盛呢 就跟子班碟一樣 你的去年來 今年呢 又來了 來我們來 進廣告 廣告回頭 回頭之後呢 我們到 嘉義縣 嘉義 我在旅遊的時候 我會覺得嘉義有什麼好 嘉義就 阿里山 阿里山之外還介紹什麼呢 來進廣告 廣告回頭之後呢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的科長 那沈亞如省科長 會上線 進廣告回頭聊 飛零播放飛碟早餐 我是騰家龍 來今天禮拜五的時間 10月14號 大家準備過週末 秋涼的季節 這個 剛剛要結束的這個禮拜 我說最重要的就是 24節氣的寒露 已經過了 那寒露呢 是所有的節氣 裡面的 第1 第一個出現寒的 這個字眼的 寒露就告訴你 有點涼了 當我們在地處 南方 的感覺 有時候還不是 明天寒嗎 只有涼而已 北方的 就有像 像是如果像是烏克蘭 這地方 現在 現在部分地方的 都已經開始 會下雪了 都已經 都已經會出現了 零度以下的溫度了 好 因此 秋涼的季節的旅遊 當然就不太一樣 我們今天 今天的 就說 這說 在旅遊的單元裡面 我們的第2段的 第3段的節目 我要透過電話連線 為什麼透過電話連線 因為第一個 他們都很遠 第二個 大家聽我聲音也知道 我有鼻音 全世界都在懷疑 唐香楼的鼻音 唐香楼確診 偏偏我每天快篩 又沒有 懷疑我感冒了 可能 這幾天運動的時候 穿衣服 穿 穿太少了 好 但是不管怎麼講 我們透過電話連線 訪問嘉義縣的文化觀光局的科長 科長叫沈雅如 雅如先跟大家打招呼 唐大哥大家好 以及線上的聽眾朋友們 大家好 我是嘉義縣文化觀光局的雅如 你聽田雅如聲音的感覺 大概跟我剛聽到聲音的感覺是一樣 這個小孩子有沒有20歲 聽起來聲音怎麼會這麼的 這麼的嫩 好 不過他跟我說 他說他已經在文化 文化觀光局的已經7年的時間了 好 來沒關係 我要請 既然是文化 文化觀光局的資深的科員 現在已經是科長的沈雅如 來跟他介紹的嘉義的觀光 但是我剛剛跟雅如在溝通的時候 我也很老實講 以身為天龍國的 市民 對嘉義縣的了解 坦白講就是除了除了磁磁大靈醫院跟阿里山之外其他的我都不認識 唐大靈醫院跟妳這樣講就有點太刺激了 沒有啦我講的是 這就是我的錯了 我經營了7年怎麼會這樣子呢 不 你要原諒我們這種老人家 老人家 我是很誠實講 對於 對嘉義的理解 阿里山當然是認識的 阿里山的這組 主體 當然在嘉義縣 然後呢 我從嘉義 阿里山下來的時候 我想 嘉義我要去哪裡 就突然想不起來了 好 我們今天好好的 來介紹一下嘉義縣 如果你 你覺得 唐湘龍這樣子認識 對嘉義來講 顯然對嘉義是不了解的 遠遠都不夠的 好 除了阿里山之外 嘉義還有什麼 好我要想要跟唐大哥 其實所有現場朋友分享一下 其實這個禮拜是雙始國慶嘛 對 那這三天連假嘉義縣其實非常的熱鬧 那10月10號就 非常大的盛事就在嘉義縣舉行 就是在故宮南越 有一場煙火秀 國慶煙火經營其實就在嘉義縣舉辦 所以其實我們這次有把嘉義縣的一些能見度啊 持續行交 有在網上推一波 那今年的國慶英文其實我們吸引了超過35萬人的 例如 那我相信應該有讓全國的觀眾更認識的嘉義縣 那除了當然 剛才唐大哥講的 阿里山一定是所有遊客必去的 必玩的路線 包含有很多的藝人 比如說黃子教教哥 或者CCB Selina 他們其實旅遊都會選擇到阿里山上 那我覺得這是無可厚非嘛 畢竟他是一個經營非常多年的旅遊品牌 那其實近幾年從我們縣長上任以來 他其實推動了所謂的觀光走線 也就是我們把所有的道路網絡 配合了景點去推出了11條的旅遊路線 那我們也去大力的推動說 比如說我們美山的太平營梯啊 然後以及我們瑞里的紫桑花季 包含到我們台山縣 大家都會有聽過真文水庫這個地方嘛 那其實真文水庫不在台南 它其實在嘉義縣 所以其實我們近幾年有把一些 宣傳的重點 分配到不同的旅遊路線上去 慢慢的去帶動 不同路線的遊客量 那當然阿里山是我們近幾年 還是會持續去推動 只是說 因為他的接客量已經達到一個 我們覺得是 已經是一個飽和的狀態 或者是說 他其實很穩定的成長 然後因為現在阿里山 他又比較年輕化 因為年輕人喜歡上去阿里山打卡 拍照 所以他的客群其實有越來越年輕了 也不會像說 可能 大家可能 因為近幾年剛好不可能出國啦 可能就有一些 回歸的遊客 那就會帶著自己的下一代 然後再到我們阿里山來玩 那其實我們近幾年 一直去推動我們的海線觀光 比如說來東石或布袋吃鵝 這個是 遊客來都會覺得 吃到 那個鵝啊大餐 就覺得超級比級超高的 因為這個可能在兼龍果或者在其他縣市 就是沒辦法吃海鮮料理 那其實我也蠻推薦唐大 在下次有機會的話 可以來我們的台三線 也就是我們真文水庫來玩一下 不曉得你有沒有近距離看過老鷹秀 什麼老鷹秀 你做什麼 就是我們在真文水庫上 就會你去搭船 然後他會去找你去釣魚 那當你把雨丟到湖面上的時候 就我一大批 至少六七十隻以上的老鷹就在你面前 然後垂直降落是釣魚 那是怎麼樣老鷹 如果會在湖面上海面上 大觀就比較多吧 那是老鷹 真的是老鷹 OK 因為那邊的生態非常的好 所以老鷹它是一個非常需要一個無睹的環境 我們就可以近距離帶小朋友去釣魚 然後近距離去看到這樣子 很精彩比discovery還實況的老鷹秀 我其實蠻推薦有客人可以來嘗試探探的 現在真文水庫的湖面是可以搭船的是不是 對我們有觀光遊艇 其實現在每到假日都是爆滿的 在上面的烏山頭是不可以的 那個是在台南市的領域 它在台南那邊 因為真文水庫其實它整個水庫的面積 海洋範圍都在嘉義線 只是因為可能有的遊客是從台南那邊 南西玉井那邊接來 所以一直會被誤解說它是台南的景點 OK好 這也是在嘉義縣的境內 對 是非常推薦 那我們另外現在也蠻推的是我們 梅山瑞里這條路線 那梅山就是近幾年有一個很紅的太平隱基 走在橋上面因為它就是一整天它有不同的變化 一下子霧就來了然後你走在橋上就看不到了 看不到橋的 他多高 他多高 梅山 那海拔是1000公尺 海拔是1000公尺 梅山有這麼高嗎 有 有 他1000公尺 然後他整個橋的垮距是281公尺 這樣子 OK 那如果到這個吊橋的話 車要怎麼開 開車去要怎麼去 經過36彎 梅山有個36彎 經過36彎之後就會 打了太平隱基 好 你剛剛講的這些 就是說 在嘉義 因為現在 大家都在拼觀光 所以在嘉義縣的觀光 就是文化觀光局的官網上面 這些都是可以查得到的 對不對 對可以 我們也有在經營我們的粉絲專頁的IG 大家搜尋漫遊嘉義 很慢的慢 慢慢的來玩嘉義 就可以看到我們現在一直在強力推送的這些景點 那 我也想要推薦給大家 就是說我們有個最新的景點 現在在IG上非常紅的 就是我們大臨佐登尼斯城堡 我不曉得唐大哥有沒有聽過這個名字 本人已經 已經五六十歲了 然後 然後 很需要美容沒有 沒有 佐登尼斯當然是知道 我知道佐登尼斯啦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 就是說 佐登尼斯城堡 這個是一個怎麼樣的地方 他在我們嘉義的大陵有個大普美工業區 然後他們的 這個集團就在這邊 花了三十億去打造一個一萬五千坪的園區 也是我們全台最大的美容生技園區 它是一個觀光工廠 那現在非常多的IG網紅 新聞媒體其實都強烈在報導他 因為 現在還不能出國 或許已經 慢慢有人出國 可是你想要飛到歐洲的話 其實在台灣 嘉義大陵這邊就可以拍得到了 嗯 對 它整個城堡的打造根本就是把 國外的那些噴水池啊 比如穿著Prada惡魔 最後面出現的噴水池 都複製到這個園區裡面了 對 所以非常多的網紅啊 現在網路聲量其實非常高 然後也非常推薦 建大家來我們嘉義大陵走走 而且它離交流道非常的近 嗯 離國山交流道非常近 離下交流道不到十分鐘就可以到 嗯 好因為這種這種比較 聽起來就比較適合天龍國的旅遊 我們現在還有一個新的也是我們那個 竹路的文創園區 因為嘉義就是有一個州族的部落 應該是大家都有聽過 然後現在他在我們 還沒進阿里山公路之前 在比較平地的部分就一個園區 那遊客除了可以來這邊 餵那個梅花鹿 或是射箭 然後也可以吃到原住民的美食之外 它現在有一個 園區是可以有閃眼睛的 所以其實你來到這邊就能看到我們 周族的表演 就是非常的棒 然後也可以知道一些 周族的所做料理 我覺得都非常適合遊客如果說你怕走很遠的山路 那其實在這邊平地就可以玩得到我們周族的文化了 因為阿里山 阿里山主要是周族嘛 對不對 對 那周族的文化 因為我最近幾年 因為飯店又有疫情嘛 所以現在大家國民旅遊都很發達 那我覺得國民旅遊很發達也很棒 除了讓 第一個讓 讓我覺得這三年的時間 每一個地方政府呢 在 在推展自己的縣市觀光都很努力 那再加上現在網路啊 這些呢 這些社群軟體都很發達 我覺得大家經營的很用心 所以呢像在我們線上的嘉義縣的文化觀光局的科長 沈亞如 你聽他聲音很年輕 他在他他在嘉義縣政府呢 已經工作了 工作七年的時間 在在在在整理的 自己的自己的故鄉的 這些的 這些旅遊觀光的資源的時候呢 當然都很用力 而且因為你們在地 所以會有很多我們不了解的 第二個就是說 因為 因為因為國民旅遊的發達 所以我注意到呢 原住民的部落觀光 這幾年也很夯了 就是 以前原住民的部落 那真的就是偏鄉中的偏偏鄉 他也很難很難發展出什麼太好的 就是說這些 這些部落經濟 不過現在觀光啊 這是部落經濟裡面 很重要的一塊 那當然因為阿里山 阿里山 當然他他很獨特啦 他的他的觀光資源 大概是所有部落裡面 最豐富的 那我要問的說 周族的文化 周族的這樣一個 部落觀光 他跟其他的 這些的族群的 部落觀光 有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其實我們 周族就如同剛才 唐大哥講的 他可能有一些交通 是比較不便利的 所以他有點偏遠 那只要偏遠 遊客少 他就一定是生態環境非常的棒 因為就是沒有人去破壞嘛 唐大哥講的意思 我這樣表達 因為我們沒有環境的污染 那有可能 比較難抵達 那我覺得他就可以讓你深度的去 對沒有錯 沒有錯 對這原始的生靈 就是 狀態這樣 比如說我們在 茶山部落 就是他們現在還在推獵人影 兩天一夜 帶你 直接上山 然後就地取財 在那邊睡覺 在那邊自己搭那個獵療 然後教你怎麼煮食物 讓你去感受當年 他們獵人的生活 那我覺得這也是非常的有趣 因為 他等於是讓你回到過去 那 這是最純淨 最天然 最原始的一種旅遊方式 那他就會有特色 對他就會有獨特性 那遊客其實也都蠻喜歡的 OK 這個報名的人多嗎 因為他其實還是屬於比較小眾 因為畢竟他是在外面 沒有廁所 對呀 我在想說 像我們這種天龍國的 平常吃好 住好睡好 要去過獵人生活 那我就很誠實跟大家講 真的很多大學生非常喜歡 因為他們覺得這是 這是一種挑戰 對呀 如果另外一種比較舒適一點的 就我們的魚獵 沒有在魚獵基地這邊 他就可以洗澡 也有廁所 但是你就是半體驗型的 讓你感受一下 當年的周族人是怎麼去補魚的 但是你 對就是比較不會到那麼的天然 OK 好 來在我們線上的 沈雅如 嘉義縣文化觀光局的課長 然後進下廣告 廣告回頭之後 讓沈雅如繼續帶我們先把嘉義縣的觀光資源 因為 地方在推動觀光 其實 他們都很用力 幾乎每一兩年 他們大概都會有一些的觀光產品 或者觀光訴求 觀光景點 觀光資源會整理出來 台灣 你說大不大 三萬六千平方公里 但是坦白講 很多的 很多的地方 好吃好喝 好好玩的 其實可能大部分 你都沒去過 來進廣告 回頭之後 技術房 沈雅如請稍等 阿菲特摸網 飛碟早餐 我是楊佳龍 來今天 要求我們繼續透過電話連線 訪問嘉義 縣文化觀光局的科長 沈雅如 帶大家 玩嘉義 好 我是一開始就很誠實講了 除了阿里山之外 我不知道大家 對嘉義的認識 有多少 不過其實你剛聽沈雅如講說 嘉義還有這麼多的東西 這麼多好吃好喝好玩的 所以有的時候就是第一個要你要有資訊 第二個要有整理 那現在的地方政府高度投入到就是說 觀光資源的整頓的這一塊 所以你到各個地方去大概都會接收到 只要在網路上面一查 你大概都會接收到非常完整的 地方的觀光資訊 那甚至於線上查詢的 線上詢問的基本上也都開放 好那 我問一下沈雅如 如果說如果今天 今天我來嘉義玩 這都是我的我做假定 假定今天星期五 我聽了沈雅如說好那我決定去嘉義玩了三三天兩夜 這個週末就在嘉義線了 那沈雅如如果要當我的地陪 你會你會怎麼幫我安排 我今天會先從淡里從梅山的太平雲梯先走一趟 讓你感受一下我們雲梯的風光 藤雲駕舞 然後再來呢 對 藤雲駕舞感覺這不是每個地方都有 然後呢 我們可以再放到我們的瑞里 瑞里是一個直徑三層 在三月的紫層的話其實它非常漂亮 平時的話我們可以去綠色隧道走走 那綠色隧道就是竹林 那它就會很像那個臥虎藏龍裡面的場景 那非常的舒適跟那個清涼這樣子 那我們住宿在瑞里這邊 然後享受一下這邊的輕鬆感之後 我們可以去到我們的海鼠山 也就是我們的1314觀景台 一個360度五時角的茶園風光 連玉茶園廣告都是來這邊取景拍 這樣喔 嘉義的茶園是很有名的 對對對 所以是非常棒的 那我們隔天可以去到我們的 悠遊八字 就是剛剛有講到的部落的文化 那這邊是一個比較大的 園區 它有家屋 有咖啡 也有餐點 所以在這邊 休息啊 或是拍照 然後欣賞這些的歌舞表演 那再來下來我們可以去阿將的家 也就是有一個部落 那它用石頭屋去打造的咖啡屋 非常有特色 網路上都說它很像宮崎 宮崎駿的 動畫裡面的場景 所以它每到家都是要排隊 那我覺得這邊非常有特色 所以我們也都會安排貴賓去這邊參觀 然後喝咖啡 那從 阿將的家下來之後呢 我們就會推薦它到我們的 足路部落 然後去走走 然後去吃一下美食 或是餵一下梅花鹿 那回來我們還可以到我們 中埔的 金蘭分部 就是一個現在 全台最美的 農會辦事處 那這邊也有我們 嘉義優先 也就是我們的伴手禮 都有在這邊販賣 所以讓你回程的時候 其實你就可以買得到 嘉義最好最棒的 伴手禮帶回家 那你說這個農會分佈在哪裡 在中埔 就是我們從阿里丹下來 一定必經之路 到處公路已經必經 那它現在也有最美 就是補倉的星巴克 它在補倉裡面去 有星巴克咖啡 對那嘉義現在這幾年去 大概推嘉義優先這個品牌 不曉得唐大哥有沒有聽過 因為現在大家都說要優先 每個人都說要優先 對那我們就很多的伴手禮 你想要買屋里池 買小農產品 或者是咖啡茶 這些都有在這邊 你就可以買得到所有的伴手禮 那我覺得是非常的方便 你也不用吃豬跑各個景點去收集 那最好的產品都已經上架在這裡了 那回程就可以經過 我們中埔這邊 然後去走走 或者是說 如果你有小朋友的話 你就可以帶他去附近的 一些休閒農場去玩 然後再回家 我覺得是三天兩夜慢慢愜意的走 我覺得是蠻舒服 這些在你們的官網上面都可以查得到嗎 對你只要搜尋嘉義線文化觀光局 我們在官網上面就會告訴你 怎麼吃怎麼玩 怎麼走 然後把相關的資訊商加在我們的官網上面 你說除了官網之外 你們有FB 有IG FB IG 然後也有Youtube 對 如果你想要看一些網紅 按你怎麼玩 其實我們都把這樣的影片 然後放在我們Youtube 同一個平台讓大家可以看到 好感謝 今天透過電話聯繫接受我們訪問的 嘉義線文化觀光局的科長 沈亞如 謝謝 謝謝 好 來嘉義見 下回再麻煩了 進廣告回頭新聞 你一定要來 好 一定要來 我們要準備好要成立 你來我當你的地培 一定 好 感謝 謝謝你 一句話 好 拜拜 謝謝 來進廣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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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